诶 账号还能注销的吗 来就杀掉蟹条腿 哼 我听说了 小老虎那边搞团铁排挤别人 哼 不要聊这个东西了 哎呀 你让他去嘛 哼 拉筋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不好说出来你知道吧 就是 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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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聊了 不要聊了 是我的错 是我令某人不应该 你怎么了 我 不好说不好说 好 我明白了 好了 你偷偷背着牛二马哥没人在一起了 你不能这样了 我都认错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 我也是逼不得已 真的 不是 我跟你说 妄想起来 是真的他妈会有病 我也是逼不得已 你也是逼不得已有病 不怪弟弟不是人 只怪嫂嫂太迷人 我操你太高了 那没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是个单身 那我去你家 我讲出这句话怎么办 到我他妈你就出不了我家门了兄弟 作为你的兄弟 不是应该 你不应该是开心的不得了吗 关键是在我家你敢讲出这句话吗 兄弟 唉 忘记了 曼牛爱王是跆跆跆跆到黑带 他他妈不止跆跆到黑带 他去健身房健身房那个 他那个女教练力气没太大 你爸爸妈妈 他都没练过 我 这么猛吗 上去上去就是练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 反正就是一大堆那种铁皮 然后撸铁的那个东西 你教练给他弄那个他太轻 再重一点再重一点 是这样来的 你教练懵了 你要猫从小是吃菠菜 难道 不是难道聪明人 从小就是干体力活干的多 然后一般身体都很健所很健康 比一般人要厉害很多 他可不是干体力活吗 小时候 他小时候是真的就是拿锄头种地的 种地 就是 你别想不起 就是一天一天要吃三碗饭 你懂不 牛二毛一天 我听说 我听说的 听牛二毛算是说 他一个人 一天能耕十五年 比牛还快 所以 他的在就是 为什么叫牛二毛 就是他比牛还牛逼 所以叫牛二毛 他爸小说是把他当牛养的 这种女孩女人好啊 能吃苦耐劳 好呀真的真的好 是好好那可不是吗 还练过跆拳道 你是真打不过他呀 你不要想着打过他 哪一天 你另外要回家种钱了 他一个人能耕十五天 是不是省钱又省力 这可不是嘛 老有钱了以后 然后他在上海啊上海地区啊 有有几百目的 之前一直有人说什么你知道吧 就是有那些那些很了解我的所有 他们说令某人太好了 令某人你别看被牛二毛打 他那不是不是怕牛二毛 他那个是尊重 兄弟实话实说就是打不过 名人不说暗话 没识惯实说 还真有 我跟你说 那尔毛是一个白富美 你知道吗 不是那是那个壮 壮 白富美 白富美 是什么 壮富美 是壮富美 绝对是 哇这上海有几百目的啊兄弟 可不是嘛 牛逼的嘞 我觉得四伐牛孩子也能吃苦耐劳 那上海有几百目的 你说厉害不厉害 为什么这小老虎不他妈说话 我没开卖 要自卖吗你们 不要 又没开卖 有没有大盘鸡啊 要要要要要 有看到大盘鸡吗 没有 没有看到鸡 哇塞 你要想一下在上海有几百目的 我问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样能够二毛你追不追 令北得手了 还在这闲三下 几百目的在聪明 兄弟 生态保护区 这辈子拆不了钱的 只能中 他那个地是只能中 租人给人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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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没有几百目 我已经具体了解过了 牛耳猫当时是骗我的 我本来看上的就是他的钱 几百目地我就跟他走了 结果后来发现是几亩地 就两亩 还租出去了一年才租出千把块 一个月才一百多块 还不够牛耳猫吃的大米钱呢 真的 套路太深了 我告诉你 现在人家就那种 电视上看到过吧 那种 新闻里面 男的抓富二代 然后骗小姐姐 然后骗财骗色 牛耳猫 现在就是女人里的这种渣女 大波浪啊 他骗我令某人啊 他骗我呀 我好惨啊 牛耳猫 对 他就是大波浪 他不管他就是大波浪 对啊 他现在发型也是大波浪 对他现在发型也是大波浪 啊 渣女 骗财骗色 我吸着烫啊 而且还老牛吃嫩草 他年纪比我还大一岁 我操 太大波过分了 你看他姓牛 他用老牛吃嫩草 我令某人就是个嫩草啊 我想问一句 我问你问一句 你最多只有财 射是什么玩意 我没有吗 我令某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射吗 你只不一个长得帅的矮子而已 啊 你这 救命啊 救我一下 救什么救啊 我怎么 我怎么被你妈妈拍一下 我手一紧张按照F跳车了 我都干什么 你在玩 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骗 骗财骗色吗 你是不是家里几百亩地 哪有几百亩地 又不没去过你家 你再说一遍 怎么了 谁骗财骗色 老女人八八年的病 我不知道 去你妈的滚 打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老子还手 你信不信我打你 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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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没打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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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手动脚 我告诉你 你现在出去自己 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好好休息一下 你刚刚 说谁老女人了 你没有种 真男人 我告诉你 你没我是你 展现你真男人 样子跪下 真的吗 蓝湛飞说了 你要不要再打我 他天天在见什么打拳的 他打死你 把你打得跪在地上 蓝湛飞说的 你给我踢 老子飞说过 他说的 他说今天中午就来到我们家 把你打B7 你给我踢 打他兄弟 你不要命了 我操我大哥 蓝湛飞 操你再碰我一下 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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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你一下 来算 差不多得了 我告诉你 谢谢老板 不要在这里 吹牛 让我打个药兄弟 不然闭气了 不要在那里吹牛皮了 你快出去吧 吹牛皮了 吹牛皮了 被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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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打完 要我马口 我操 我等到 我一会儿你打蒙蛋 最后0.1秒就上去了 没事 哎呦 哎呦 好拉好拉 走走走走走走 小一点啊小一点 要搞事他们 打他打不打他 不要打不打他 我飛打了一扇草 可搞可搞可搞 抹口签